要急救看看 下午下救護車快點 面具把它拿掉 終於找到溺水女子 被海巡以及救難人員 抬到沙灘上 但女子早就奄奄一息 失去生命跡象 眼見怎樣急救 女子就是不見苏醒跡象 再緊急將人送上救護車 趕快送到醫院急救 但依舊宣告不治 這起浮潛溺斃意外 發生在端午節當天 小流球山府渔港 女子把男友留在岸上 獨自下水浮潛 但一下子人就消失在海面 男友焦急叫了15分鐘後 趕緊報案求援 女子獨自着藍色長袖 及藍色泳裤 戴浮潛面具前往溪水 在男子不流水之際 女子突然自起眼前 消失不見蹤影 下半身穿泳裤 只戴了浮潛面鏡就下水 但事實上正確的安全浮潛裝備 應該要有面鏡 呼吸管 挖鞋 最重要的就是救生衣 這邊有救生衣 面具 呼吸管 最重要的是找個合法的教練 來帶 這樣是最安全的 業者說除了救生衣保命之外 浮潛時也不應該獨自一人 最好由專業教練在旁陪伴 這樣一來 萬一發生任何危險 都有人可以幫忙 避免汗事發生 記者張春華評都報導